在高一物理克普勒第一运动定律当中 我们说行星轨道、椭圆轨道的平均半径R 会等于这个椭圆的半长轴A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以下就画了一个半长轴是5、半短轴是3的椭圆 那这边有它的方程式 给各位同学自己参考看看就行了 文档我会放在说明栏 那为什么克普勒第一运动定律说 椭圆的平均轨道半径R会等于半长轴A呢? 这其实跟椭圆本身的定义有关 椭圆的定义是这样子的 它说只要是在椭圆上的任意点 它到两胶距的距离合是一个定值 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红色这两段线的合 跟绿色的这两段线之合都是一样的 你在椭圆上任何一个地方找到一个点 它到F1以及F2的距离合也会是这个值 所以我们要先来找一下这个值是多少 于是我们来到下一张图 假设F1是太阳好了 我们说太阳会在椭圆轨道一个焦点上 那左边这个P就会称为近日点 右边呢就会称为远日点 此时这个P到F1的距离不就是所谓的近日半径吗? 而这个P到F2的距离不就是所谓的远日半径吗? 那这两个线段的合也就是这个深灰色跟这个浅灰色线段的合 那不就是近日半径加远日半径吗? 那近日半径加远日半径不就是两倍的A吗?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在椭圆上的任何一个点 它到两焦点的距离合 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2A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证明 为什么它的平均轨道半径会是半长轴A呢? 好 那首先我们再回到这个P1点 这个P1点呢 它一定会有一个对称点叫做P2 这个对称点要怎么找? 就从P1过椭圆的这个中心 然后做一条线来到椭圆的另外一侧 这就是它的对称点 此时你要注意哦 对于它的对称点来说 它的轨道半径是不是就是这个F1P2 而对于这个P1点来说 它的轨道半径是不是就是这个P1F1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看 P1F1加P2F1是多少? 啊不就是2A吗? 你说老师为什么等于2A? 因为它是对称的关系啊 因为它是对称关系 所以说这个P2到F1的长度 跟P1到F2的长度是一样 那我们又知道P1F2加P1F1是2A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P2F1加P1F1的这个值是2A 好了那我们现在回到椭圆轨道 今天行星道在这个点 它的半径是P1到F1 而它如果这样子走 走到它的对称点 它的半径是P2到F1 所以说在椭圆轨道上的任意点 你都可以找到一个它的对称点 而任意点与其对称点的半径之和 就是2A 也就是说所谓的P1F1加它的对称点 P2F1的和是2A 你今天不管在椭圆上找到哪一个点好了 它都会有它的对称点 那么它跟它对称点的平均半径都是2A 不是平均半径说错 它跟它的对称点的半径之和都是2A 那表示什么 那表示它跟它对称点的平均半径 就会是2A除以2等于A 对于椭圆上面的任意点都有这个现象 就是它跟它的对称点的平均半径为A 不管椭圆上任何一点都符合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就证明一件事 证明什么事情 就证明出 其实椭圆的平均轨道半径就是A 好 那么以上我已经说明完毕了 如果你对这个说明会有不清楚的地方 你可以见我的说明栏的文字档 好 以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